對 一天之上 好 我是瑟瑟 我是悠悠 我們今天要來直家彩會 姐姐好 好 沒錯 雖然正直 小朋友們Pepi的暑假時光 在我們小聽後 左左悠悠可是都忙於宣傳活動 聽說他們有個小小願望 就是想體驗直家彩會 所以今天百分百就要帶 左左悠悠來圓夢囉 第一次做指甲彩繪 索索悠悠對所有東西都超好奇的 而且超有主見的他們 已經都想好要畫什麼圖案囉 我本來說要帶野人 然後又有一次 媽媽就說你必須帶野人 要不要壞 然後最後還必須帶野人 還有貓咪 因為我們的舞蹈教室 有一個小貓咪 那時候我們 牠是野貓 然後爸爸會餵牠食物 然後結果牠就要 就是有一天牠被野狗咬了 然後就沒有再看到牠了 所以我要又畫一隻小貓咪 那為什麼要畫大野人 因為我上次在玩一個遊戲 當然是什麼天黑起地的 然後又玩殺咪 對 然後 超好奇的 哇 原來你在玩現在最苦的遊戲耶 是 是 蕩蕩有想好要畫什麼圖案嗎 嗯 兔兔和狗狗 我們家裡原本有養狗狗 可是後來 死掉了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一次去那個 阿婆家 然後就剛好可以放在阿婆家 因為牠每次在我們家 就一直叫一直叫 很吵 然後後來就上去阿婆家 然後阿婆就帶牠去散步 然後吃到老鼠咬就死了 所以在家裡有跟悠悠講好 不要畫樣子的關係嗎 沒有 是媽媽說的 媽媽說不要畫樣子比較好 佐佐悠悠對小動物真的很有興趣耶 還提到最想養的寵物就是 小湯鼠 我們湯姐有養 牠會帶 就是牠每次來我們家的時候 牠會帶來給我們玩 超好玩的 小小的 牠還會鑽進衣服裡面 就帶佐佐悠悠吉利瓜辣 分享完生活趣事後 指甲彩繪也不知不覺完成了 看看這些圖案 畫在佐佐悠悠小小的指甲上 是不是超傻玩的 耶 我們完成了 完成了 是粉紅 這算是紫色的 我跟妳的顏色差不多 很像一隻 有點紫色又有點粉紅色 然後這個是 貓咪還有大爺啦 妳來看一下 看 大哥哥的 可是 我的也是 我是真的 可是我的是真的是粉紅色 但是它又是卡的 它是有點紫色 它又有點粉紅色 然後我的是哥哥和兔子 哥哥 這是Q講 給妳 然後大爺狼把妳吃掉 然後 掉了以後 最怕吃我 然後兔子就安全了 沒有 大爺狼最後也把他死掉了 全部都被他吃掉 然後他自己 最後就掉進門裡了 然後就去家 這兩位小少女很有想像力耶 做個芝加菜會 也可以編出一個故事 今天的圓夢計劃宣告成功 希望佐佐悠悠帶著可愛的紫彩 開心度過這個暑假囉 很開心 超開心的 而且滑滑的 而且很漂亮